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大陸的廣電總局又獻身遊 最近他們推出限席令 即是對於網絡綜藝節目 限制選用擁有外國國籍的明星 這個決定推出後 引起大陸網絡的牽然大波 有些網民直接幫這些明星做了一個盤點 拿出來逐個批判一番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一齊看看 究竟大陸的網民盤點了一張什麼的清單 原來這張清單有43人 有三分之一是美國國籍 三分之一是加拿大籍 另外三分之一是其他國家 不過這個列表也算是非常漏洞百出 比如說 竟然間裡頭就包括了 梁靜如 光良和楊子瓶 然後標注了他們的國籍 是馬來西亞 大哥本身這三個人 都是馬來西亞出生的 哈哈哈哈 他擁有這個馬來西亞國籍 有什麼問題呢 難道在大陸賺錢 他們就要連與生俱來的國籍都要放棄嗎 雖然他們是擁有華裔的血統 畢竟人家都在那邊出生那邊長大的 另一個上榜的人就更加奇怪 這個就叫做金城武 標注了他是日本國籍 首先金城武 金城武的確是一個日裔的人 雖然他在台灣出生 而且金城武根本上就不是姓金 而是福姓金城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這個姓氏 就是因為他老爸真的是日本人 他老爸姓金城 他就姓金城 哈哈哈哈 所以那些大陸網民 無厘頭地把華人的形象投射到金城武身上 就誣蔑別人是中國人 然後加入了日本籍就是漢奸 這些完全是上綱上線 都沒有譜 應該查清楚才說吧 另外有兩個更好笑 林俊傑 即是那個花名叫JJ唱歌那個 還有一個孫燕芝 又是歌星 標注了別人說是新加坡國籍 有什麼問題呢 別人是新加坡人 哈哈 新加坡人拿新加坡國籍 又不行又要被你點名批評 所以 這份名單完全是濫於充數的 將兩堆人混淆了 有一堆人 在大陸本身是中國國籍 那些鄉下佬 但是 但是 他賺到錢以後 賺夠錢 就走去搞投資移民也好 走去 如何來得到外國國籍也好 這一批就是原籍中國 但是已經取得外國國籍 而且繼續留在中國那裡賺錢 叫外國那些口號 還叫得大聲 中國籍的名聲 因為他們心虛膽脅 他們要掩飾自己 已經取得外國國籍的事實 怕被人抽情 所以他就叫得更加大聲 這個就是一批人 另一批人 本身他加入中國這個演藝界娛樂圈之前 他就已經取得外國國籍 甚至乎是在當地出生 這批人 你不能夠批評 你怎麼能夠混為一談 怎麼能夠這樣來 炒一碟 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這個名單也反映到 中國人有一種思維局限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哪些人向他們灌輸了 凡是黃皮膚黑眼睛 說華語的 他們就視之為中國人 無誤 即使你是華人 或者擁有華裔血統 都好 他不理你的 無論你是新加坡華人 馬拉華人 泰國華人 總之是哪裏的華人 都好 他一律就當你是中國人 要對中國效忠 要唱好中國 要附和中國 不能夠說中國 半句的不是 就是有些人有這樣的思維局限 因為這班人根本上就不懂得分 什麼是中國人 什麼是華人和華僑 有些華僑的第二代第三代 分分鐘連中國都沒有踏足過 他只不過是擁有著華裔血統 但是他由頭到尾都在外國生活 那你怎麼能夠當這班是中國人呢 是不是 說不通 而且這一種這樣的思維局限 很明顯就是受到那種叫做 大一統思想的分途之下 才會有這樣的影響 事實上 以華人為主的國家 就不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起碼世界上還有另一個地方在南洋 叫做新加坡 是不是 而且 海外華人有很多都做過政要 比如說 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 這個千里達的總督 就叫做何財爵士 一聽過名字就知道 姓何的 原來他就是組織廣東的保安院人士 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南美洲國家叫做歸亞娜 他的總統就叫做中亞瑟 又是姓中的 真的是華人 他就是組織廣東煤院的客家人 去到八十年代 另一個南美洲國家叫做蘇利南 他們的總統就叫做陳阿仙 不是姓陳的 組織就是廣東慧陽院的人士 是客家人 所以就可以反映得到 根本上很多海外華人 他們在當地落地生根 以後幾代以後 做總統都行 做總督都行 根本上那班不可以當是中國人 他們只不過是擁有著華裔血統 但是往往 現在的十四億中國人當中 有相當部份都是不懂得分的 所以就搞到有很多海外華僑 就是避中國人 當然有一班人就是抵鬧的 這一班就是 原先組織中國的人 他移民了去外國 或者取得了外國國籍 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這個他可以選擇的 但他選擇完之後 他繼續在大陸賺錢 我也覺得沒問題 只不過這班人往往就是很喜歡 叫喊著一些外國的口號 而且叫這些口號那種熱烈激烈的程度 比起很多中國人都更甚 這些就是卑鄙了 你根本上已經入了外國國籍 你就好心效忠你的國家 比如說加入美國國籍 加入加拿大國籍 你是需要歸化的時候 然後做一個宣誓儀式 做這個 叫做歸化儀式的時候 原來你的宣誓當作吃生菜的 你怎麼能夠擁有外國國籍的同時 就呼籲中國人要愛中國 這個是說不通的 你只能夠呼籲你本國的人 愛你的國家 這樣才是合乎邏輯和道義的 否則 你自己叫中國人愛中國 你自己身為中國人率先 就不愛中國 拋棄了中國國籍 這些不要說話 好心 正如林鄭的老公和兩個兒子一樣 浪費 我們看看 到底那些大陸人是怎樣說 他們有一篇文章寫出來 網友對很多明星的國籍問題 都是非常之心虎痛絕的 普遍觀點認為 有些明星明明是中國人 改了國籍以後 還在大陸 撈金 還有一些外籍華人明星 跟你說什麼民族大義 什麼自由 看起來就充滿著智慧 實際上就是潛移默化 蠶食你的思想 這句話也有些政治不正確 怎樣蠶食你的思想 哈哈哈哈 他叫你愛國而已 愛國叫蠶食思想嗎 這人要打螺子 他們又舉了一個特別例子 就是張鐵林 張鐵林 經常在大陸的劇集 是演王帝角色 網民就批評 說在外籍的明星當中 張鐵林的求生慾望 表現得尤為強烈 他曾經在綜藝節目當中說過 說自己雖然擁有英國國籍 但是心就始終是中國心 哈哈哈哈 說改國籍就是為了能夠更好 更方便地為中國做事 網民就是批評 說他這樣的謀論都說得出口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夠說服得到自己 另外這篇文章有一段又鬧得很倒肉 他說這些明星需要的時候 就口口聲聲談愛國 不需要的時候就閉口不解釋 國籍就如同而欺 全憑自己的意願想改就改 那些改了國籍 但是依然高喊著愛國的明星 是不是真是愛國呢 限籍令就好像一道照妖鏡那樣 將這一堆外籍明星 全都現形了 要開始尋找自己愛國的蛛絲馬跡 並且就不斷去外界證明自己是怎樣愛國的 但是他們始終都沒有表露 要改回中國國籍的心態 那就是罵這幫傢伙 就是表裡不一 講一套做一套 我覺得講得好 罵得好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榜上 就沒有了 譚詠麟 譚詠麟也是握這個BNO 哈哈哈哈 他可以當是外籍人士 因為BNO已經是進升了成為BNO Citizen 即是BNO公民 已經是英國公民 是英國國籍 不知道譚詠麟放棄了沒有 另外有一個叫做陳小春 這個叫做 好像惠州政協 她的老婆英彩兒 就是拿美國國籍 這個又沒有榜上無名 可能這些不入樓 但是譚詠麟也不入樓 又說樂壇巨星 譚校長也不入樓 當譚校長沒道 應該加回一籃譚詠麟 標注英國國籍上去 不知道譚詠麟有沒有回應 對於這些議題 或者他自己都可以主動放棄英國國籍 既然他都要做藍絲 又要撐警 你拿著英國國籍幹什麼呢 你愛國的嘛 你愛國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怎會愛錯隔離 愛了大不列顛及不愛 在爾蘭聯合王國 老婆就可以取兩個 國籍只能選一個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